分別遭謝賢、陳賢等人頑劣的抵抗 過程中甚至刻意衝撞員警拒捕 經警方開三槍赫止 均無人受傷 最後懸殊無人查契歸案 共起貨作案的變裝衣物、手機、自小客車等證物 全案一加重竊盜罪嫌移送40基因署偵辦 他們這個集團是相當的整備,不准車牌、通車牌 甚至還穿上變裝的衣服來毀邀警方本案 是,他甚至有變裝 然後穿著刺青的作案的一個變裝衣物 還有戴漁夫帽 還有變換假車牌來規避警方的查契 那他們每次是不是都專挑凌晨的時候出沒 因為外面排排的人也比較少 那大概是從哪邊然後開到了中部再回來 要幫我講一下整個路線嗎 欸 欸 嫌犯大部分都是在北部地區啦 然後變換車牌之後 還在往南下 尋找各地無人看守的一個 那個知名電商的無人看守的宅配店 來進行刑切這樣 那被傳傳你的總月份一共算下了多少期 然後當他們大概是幾年一組 是不是有人負責罰工或是負責負責建 總共約二十餘建 有二至三人一組 以下還有那個我們會來做說明 是 打 loot